果不其然 冲突来了 龙鸡鸡 龙哥哥 两支队友的冲突还是有 外面是先到的 当然因为在下面的房间 天安霸整体的东边的这条坡 是非常非常平坦 他那波处理FTY处理得太快了 对的 方法就是我反打你一波 但是一看你这边三个人 往前面要顶的这个意思呢 我们第一时间会发现 就是天安霸直接给投注 然后回撤一波 然后再通过对枪打倒 对 然后Steven倒了 就该来的还是来了 我身位很大这一波 几乎已经除了腿以外 全露在外面跟别人对枪 DSS成功获成 DSS跟XCG72 长龙鸡鸡鸡鸡 忍住 被暴霓了 但是近点来了 2-type的一枪 mini暴头放得到了长龙 队友刚刚到远点 这位置救不了雷啊 人头就想补随时补的 来 短名上街 两个人 那既然菠菜被捕了 那基隆哥应该也要被捕 还没有补吗 还是补掉了 补掉了就可以走了 其实各换一个人头 把车气掉了 如果洛威落在这里的话 你队友都 队友的时候为了拿信息 你真的在这地方 你跑都跑不了 是的 天天的一颗投掷物 还是将它给击倒了 而随之我们看到 二阶段的圈 东部的一个顶边切脚 天路直接盘活 FTY直接合 FTY们成为了中心点的位置 FTY没自自 门掉了之后 唐弟弟直接开了辆超跑过来 要以鼻子 来 吃了一枪头 萧天鹏 没了 你遇到天霸真的是 没脾气 天霸 车胎没了 对 天霸最擅长的 就是趁你并要你命 尤其人少的队伍 主要是 很容易被天霸拿泥 主要是今天的天霸呢 他手感这么火热 玩得也开心 对于他来说 已经有要求跟预期了 对 兜子 这颗雷 丢到脚下 没有任何的反应 很可惜 这个动作应该像是掉线 感觉今天 当然东东这边的话 如果是因为掉线就先不谈 还是有好几波 就是前期的 牛海皮放飞自我了 萨萨都想不到 他大概率想不到的 他就是百分之百没有想到 都可以这么自信的说 要不然他还 纹丝不动 狮子一看中 情况的 溜了吧 天天六人成功 打下两分 CTG CTG打进残面有一手 这边天霸也是同样的想法 要往这个坑里面去盲扎 就剩一个 没有子弹了 但是对面一撕血 小鬼这个位置 化好了子弹 放出了mini14 最终小童还是没有对枪打过 这属实是没有办法 762遇到了mini14的时候 这个优势太大了 主要是对方有个掩体 甚至没有开枪的机会 对 这样的一个操作 又打残 204本人上 跳上窗口 这是什么操作 敌人的信息位置还没有点权 阿毛这也太上头了吧 阿毛胆子有点大 危险之中的危险 这一波 让天霸上这个二层楼上的太舒服了 这天霸本身是一个全面的位置 刚好天霸是注意力放到了对面 而没有进攻到头上 有了服人的机会 现在是一个三打四 同时目前驾长成功 随其倒了 侧面七七 都给脱了 这波天霸打的时间有点拖沓 是的 被侧面的DSS找到了机会 DSS想把这个房区的人全部都淘汰 高德威一颗火火烧厕所全没了 全部都倒在厕所里了 烧了三个 五元体干队 26这年 26打个鞋 等一等 但全形把这个房区刷出去了 不过DSS自己还是踩着山筒的 要小心自己的屁股 有人在看着 最后面还是一个三打二打三 去蚕食CTG了 CTG分了两个人来摸这个房子 哇 这个给退了 封完枪线压以后 退回来了 是的 那边小路成功的将 天天这个位置给扒掉 那Forever的位置是可以扶的 在房子这个地方已经僵住了 尾神也倒了 现在Forever这一波有点危险 正面开喷 看看谁更会喷 最后四把子弹 侧面汪天天开了一个人头 再露出了全身位 波波收一个 波波还能继续战斗 四阶段 虽然蓝身伤害有点高 等他没有包了 也没有药 省着点用 请点吃家的男人 有一辆箱先不打先打包 三头也打起来了 黑猪先把豆子给补掉 走在了厕所后 没有道具了吗 侧面小时期的一个出枪 李白直接被秒 双方一换一 线在顶上来 二六 还是很勇 但是左右两边的补枪 让他没有还手之力了 小时期救不了了 能把手机扛回来吗 能扛 能扛回来吗 已经在圈边了 而且五阶段还有几秒钟 看看试一下吧 尝试一下 这边队友尝试性的跑位网圈里面 现在主要就是 这个圈左下切完之后 东边绞肉场啊 真爽啊 早点绝 还绝 今年先上DJ DJ 发挥还是不错的 New Happy这波冲击结束了 JFY 这个正面确实悟空这边给的压力太大 JF那边的话呢 要尝试做一些换分的动作了 这是他们最擅长的一个打法 而Forever 刚刚我们有讲到这个圈刷完之后呢 左边的山头还在圈内 而且近点是没有任何压力的 先过来进行抽吧模式 主要你要看CTG这边好不好处理 CTG它毕竟还有人嘛 这个信息也是知道的 对 直接丢 换神还好退吗 换神退不了了 换成这个位置 只能够用枪打一个提前枪 要不然没有任何其他的解法 男的位置也直接被锁死了 高点上面FM的枪线 干扰了一下 JFY这边也是直接被残尸掉了 FTY给打美 东边的JFY被打掉 现在又到FTY去推前面的17战队了 FTY道具也多 这个位置是其实吃雷的 是的 龙四肝的出枪 小鬼直接被击倒 人头周围的太平点 被DJ抓得正正好 小狗我来 能赚吗 再批克 来回来做蹲起 对手也在躲避枪线 苏九上面再放倒一个 近点小九完成突破 苏九又找到了机会 又是投 四颗雷 一打一 这四颗雷有机会吗 看一下角度 第一颗没炸到 第二颗在尝试跳投 没有任何的补人 有梦想 哦 主人 苏九完成了一圈四 状态找回来了 这一波 这小机会能力很强的队伍 林强好喜欢给篮圈啊 他又给了篮圈 很聪明 知道自己没办法再战斗了 那就把这个分数送给了篮圈了 柔子 高打低 小鹿 这把继续站起来 先补掉 一刹山头就像换了一个人 是的 这边一倒个人 感觉 东边有一万个人在抽这个把子 啊 那趁着 Forever这边去打 脚底下的悟空的时候 17战队也是吃了一个回切 先找一个好的位置去待 好帅 这个定位 六阶段 六阶段 只有两个队伍了 Forever M战队和17战队的最终battle 闪闪跟闪下 Forever 要下山 小鹿已经切开局了 看到了 呃 这个经典的四号位 火力型阻击手 是的 肯定不会给 已经给了小鹿一枪头 那与同时 Crazy 112 利用载具下了山 已经开车来到纪念了 112山上应该有雷的 拉侧面的一个枪性 看看有没有啊 要不然这种纪念就 没被秒 哇 永远的反应好快 恭喜Forever 14个淘汰 成功拿下的今天第四场 这个吉庭 直接回头 Q10秒